近幾年來,性依鄉山区不是在發生頂山意外的訴訟 山区的警察常常要做經濟救助的工作 關乎警察局,性依婚教任何有需要來強化 我們山区警察救援人力 因此基盤幹部訓練時是特別請性依消防訓練高官 來到簡單的黨家製作上環構營爆炸 剩下北港町的紀念,讓山区的統領可以進行安全 進到5號來進行各行的山区救援 市依鄉山区的幹部,這處在市依婚教的安排下 特別要請市依消防訓練高官來加渡檢疫單再製作 上環構營爆炸 剩下北港町的紀念,來提醒山区在山区進行救援人力的救助力量 我們山警隊在地方上,特別是山岸收救這個區塊 是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都會主動積極地去收救 今天的課程我們把基本的神接法 座位是打法,還有基本的座位是下降 讓我們山警體驗 將來在困難地形,甚至在前海峭壁當中 我們也都能夠去克服去執行山地救援的任務 對於剛剛的課程來說,真的很有用 以前是也有用過這個繩索下降 可是剛剛好像已經很生疏了 剛剛石青森教官也有講 他們會努力地去申請我們這個山岸救援的阿公 被申訴下降的器材 到時候我們收救亂也比較安全 關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在兩天進行 三地議員警察雙年訓練和幹部訓練 其中安排全民國鋒 AED和CPI核心 交通法令登口電 並探出機會飆用彌陶武工人員 也看到信義山警隊這支貨部的這邊 在會中表揚去年在協助治安 交通山難收救等工作機優人員 頒發獎金以激勵士氣 而在本日的幹部訓練課程當中 由於近年來國人登山運動風氣盛行 為了強化本分局山區救援的能力 及繩索攀降及拖拉等相關的操作 讓山頂的同仁能更安全 更有效地執行各項的山區救援工作 這幾年來信雄山區不是發生 八山的山難受驚 山項經常擔心經濟救助的重要工作 此外我們就要安排相關 山北港領紀人的家庭訓練 出境山項經濟人 能夠安裝有效率來接行各項山區救援工作 記者請看再見 感谢观看